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此一过后 上海队收获了本届全景赛的第四场胜利 而四川队则遭遇了第四场失利 本场比赛之前 上海队除了暴冷不敌福建女排之外 先后战胜了天津 北京 浙江三队 而四川队仅在上一轮与实力最弱的河北女排身上 寻找到了胜利的感觉 而与福建 北京 浙江的比赛则全部输球 因此沪川一战开赛之前 就几乎注定了比赛没有悬念 纵使某一文实力再强 也独目难知无力回天 仲慧 某一文隔往对轰 最终仲慧笑到最后 上海女排首发主攻 仲慧 欧阳倩倩复工 陈厚宇 刘泽宇接应 王因比二传 陈芳林自由人 陈瑞兰四川女排首发主攻 某一文 远果复工 于天一 王思佳接应 刘欣宜二传 王雨晴自由人 姚玉宁首局上海队率先进入状态开局 6比30跑 四川队通过王思佳的清掉语言果的篮网 将比分追成5比6 四川队接连失误 上海队11比7拉开分差 某一文强攻得手 于天一发球建功 四川队将比分迫进到11比12之时 逼迫上海队请求暂停 重新上场之后 上海队连抓反击 某一文则用出色的进攻 带领四川队16比15反超了比分 上海队17比18落后支持刘泽宇 王因迪 仲慧先后建功 上海队20比18再次领跑 四川队将比分追至21比22之时 仲慧强攻得手 某一文的调球被拦回 随着王因迪的反击一锤定音 上海女排25比21先胜一局 为了加强一传 第二局四川队派出了双自由人张心灵 杨玉宁轮番出场并以3比1领跑开局 王因迪的强发球轮 帮助上海女排连续追分之后 5比3反超 四川队加强进攻 双方战成了6平 接下来双方互不相让 打得难分上下 14平之后 仲慧连续两次反击得手 帮助上海队16比14领先了2分 四川队迅速还以颜色 紧摇比分至18比19 刘泽宇快攻打成之后 又封死了原果的强攻 欧阳倩倩中扣得手 仲慧轻拍再得1分 上海队24比20拿到局点 虽然缪伊文连得2分 帮助四川队连续挽救局点 但随着她的进攻 被尘后与何王因迪双人拦网拦死 上海女排还是以25比22在胜一局 关键的第四局 四川队被水一战 在缪伊文的带领下 开局5比3领先 上海队迅速追分至6平 8平之后 原果和缪伊文携手建功 于天一快攻打成 尘后与反击扣到界外 四川队14比11领跑 上海队在众会的发球轮 奋起直追 并实现了16比14的反超 四川队越打越吃力 上海队24比17顺利拿到赛点 尽管原果两度得分帮助四川队成功续命 但仍无济于事 王因迪的小斜线让比赛失去悬念 上海女排25比19拿到本局的同时 也以3比0的总比分立刻四川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